好了,今天來到荃灣 荃灣大家第一個感覺就是 很多天橋 因為這些天橋四通八達 而且天橋更加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就是很多食物 所以稍後會拍攝一下有甚麼食物 這次是第二天來的 之前已經來了一天 拍了兩個食點 今天拍了兩個食點 上次拍了一個是台灣食物 還有拍了一個餃子 今天拍了另外兩個 現在我已經在地鐵站等著他們來 我的菇尼 約了他們十點半 看看他們可否準時 現在當然是十點三 我早到了 忍細小吃 其實這裡有很多食物 大家可以看到 懂得南野的 其實全部都是暫立的 因為外賣為主 今天叫了一個 夜王海南雞 厲害 接著還會叫了一個 豬頸肉 又叫了春卷 還叫了一個 生牛肉湯 很棒 天啊 夜夜 有些人吃一下 酒 這裡其實就在三棟屋對面 對 正在三棟屋對面 對面就是三棟屋 好恥 對面就是三棟屋 好恥 好恥 好 對面就是三棟屋 不停地吃,一天就吃兩三間 吃了之後再吃,每次一吃完 都未吃完又要說話 每次都說文森哥哥你吃完才說 最多到最後教快鏡 但每次都吃很多 因為特別好吃的東西真的會吃多一點 然後去第二間又吃過 當然,做飲食節目的時候 最開心就是可以跟老闆聊天 因為可以知道他們 介紹很多他們的美食,怎樣去做 在哪裡入貨 雖然我們不會跟隨他們做 但都看到他們的故事是很開心的 還有他們為了食物的堅持是最重要的 還有很多其實是兩夫妻 或者是一對情侶 我覺得其實除了拍拖 或者在感情方面 一起去工作的時候 互相去提點 當然可能會吵架的 但是互相提點 還有知道大家都在努力 其實我想這個感覺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店 都是情侶檔 或者是兩夫妻 有些可能已經做了十幾年 二十年 但是最開心就是 其實看到他們 可能有些小朋友都長大了 又或者有些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互相去付出 和互相去補給 他做不到那樣 我幫他 大家都知道大家辛苦 和努力 因為做餐飲始終都是 會用了很多的時間 和真的用勞力 用了他們很多的精力 去換取回來的 所以希望食客們 給他們一些鼓勵 令到他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甚至完成了的事 甚至在攤頭的時候 給他們一些鼓勵 讓他們可以繼續努力 不不 繼續 謝謝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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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分享 给个赞 给个赞